今天很高兴来到麦聊,来到这个六清来了的这个工作室,那我听了你刚刚的简报,我就有一个非常,我就有一个想专门访问你,我们刚也谈了一下, 我想知道你在大二的时候就休学来到这里,那可不可以谈一下你当时是怎样做这样,是什么状况,然后又怎样做这样的决定,就是说当时,我现在目前的团队,就是当时的那个团队伙伴俊凯,他有在台中带一个社团,然后就是算21栋,我是住南树21栋的, 住宿学习,然后跟一个东海的那个社会系毕业的老师合作,然后他是目前是那个通事中心那个主任,之前有当过主任,然后他是希望说推一个,那个大学生应该有一个公共生活,而不是说大家上完课,然后就是回家,回到宿舍里面看自己的书,或打自己的电脑, 就是他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状况,然后可能对大家的学习,或者是说对社会想象,然后还有这个社会实践,都可能是脱节的,就是不利于这个,刚刚上述所说的这些的进步,跟产生的讨论,然后后来就是,嗯,那个 那个松林,松林那时候跟俊凯也是跟现在一样就是一个,一个team,然后他就是,我们有办一个,呃,呃,六亲周遭,然后去看他的污染,的体验营,一日的体验营,然后,就是看到他六亲到底有什么样的污染,然后,嗯,有多严重,然后也跟当地的居民,放摊, 然后了解他们,这个生活史,就是从六亲来之前,跟六亲来之后,这个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,然后就是听到说,有很多农作物受影响,人体的健康受影响,然后,当然也有最明显的就是那个,地貌的改变嘛,因为他这个六亲是整个,那个田海照路出来的,就是原本以前外面都是海,这边可能补鱼为生,但是这个生计受到了这个影响,因为根本连海都没有,就没办法出港,对,然后, 然后,就是带来对这边环境的冲击,然后那时候,就很震撼,当然那个,那时候我们也会陆陆续续开一些讨论会说,这个,六亲的污染是怎么形成的,然后,应该要怎么解决,解决上会遇到什么困难,然后这个,矛盾,困难,要怎么解决,然后,就从那时候可能,买一下种子,就觉得,嗯,这个很重要,应该要来解决,然后,就是从那时候开始,想像说,这个,社会应该要长成什么样的, 嗯,怎么样的,社会应该是,比较合理的社会,比较合理的运作方式,然后,就觉得说,这个,呃,一个社会,应该是要,让大家知道所有的,可能运作方式,然后,大家一起民主的讨论说,嗯,我觉得这个方式比较合理,然后大家一起辩论,讨论,但这个辩论不是说要真输赢,而是说,大家都有个共同目标说,找出一个,最合理这个社会的运作方式, 所以,就是,然后就会看到说,哦,原来这个团队是在找寻这样的,那个,社会运作方式,就觉得很奇怪,然后就,加上我本来,没有,本来就不是很想念大学,然后,大学也是,就是我当初原本是,会投入,会读生物系,也是因为想要从事环保运动,或者是出去一般的NGO工作,但是后来发现说,这个环境要好的话,可能,不见得是在, 在于学术有多厉害,而是在于说,呃,最大多数的居民,我们普罗大之后,有没有认识到这个环境,那个,环保的重要性,所以,因为像很多,我教授他们就做了很多,他们都是学术上很厉害的,然后做了很多,也是有提供环评一些资料,但是,那些资料,在怎么严谨,在怎么对环保有利,还是抵不过那个,政治的那个操作,所以,我觉得,那个,可能,如果我这样, 读下去,或者是未来从事那种,环保,环保团体的,一般环保团体的工作的话,这个,可能是,无济于事啊,最多就变成,只是说,我,我做故有在,就是有点像道德事件,这样就好了,但是,做这些事不是说,为了,为了满足自己那种,感觉他好像良心,或者是善良的心,来做,有做就好,而是应该说,你做这些事的目的,跟你要,达到什么目标,然后,如果只是,道德, 实践,说有做就好的话,这样有可能达到这个,目标吗,对吧,就是,如果你是要达到目标的话,就是,你的,一定要达到这个目标,的话就是,比如说,我们现在是希望达到说,大家居民,以麦遥真为,居民可以,共同的讨论说,现在六清污染有哪些问题,然后,从县政府这边,或是从中央政府这边,因为六清可能不用期望他会自己改善,就从县政府跟从, 中央政府,人民可以怎么要求县政府,或甚至是说,人民自己,如果觉得要求县政府都是,呃,边塌时下,他才走一步的话,那这样为什么不是说,呃,从人民自己,出发,就是说人民,自己组成一个,一个党派,然后,自己来参选,然后来改变这个社会,就是我们希望说,最后人民是可以,成为这个政治跟经济的主体,那这要怎么成为这个政治跟经济的主体,那这要怎么成为这个政治跟经济的主体, 就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六清污染的这个矛盾,然后,让居民在处理这个矛盾,解决这个矛盾的时候,同时也,赔利大家的那个能力,当然也不只是赔利这边居民,因为我们,在赔利这边居民,要不然从这个,不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到,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到有执行能力,其实当中我们自己的能力也得到很多成长,就希望,藉由这些赔利的过程, 然后来让这个社会达到一个,就是经过民族投案之后,大家觉得应该要有的样子,嗯,然后,嗯,讲到如果是修学的部分的话,就是说,会不会有什么挣扎,当然也是会有,就是说,因为爸妈就会说,你做这个干嘛啊,这个钱那么少,什么工作不稳定,然后不能结婚生子,成家立业,但是我觉得这是两种价值观,就是, 嗯,你要走这个资本主义这条道路的话,所付出的代价就是说,这个社会可能,嗯,不是那么的,不是那么的文明,或者是进步,当然可能物质上很,很进步,或者是,但是这个,大家的思想,没有,并不是那么的进步,或者说,如果是另外一种方式,像共产主义的方式,它是不是可能说,这个,不只是思想上的改变,然后搞不好物质上, 也有更多的突破,科技上有更多的突破,对啊,就是,这其实是两种,两种道路的选择,不单是,读不读大学这件事,因为它读大学,跟不读大学的背后,背后就是,先扯到这个,你最后要投入资本,还是要,不投入资本,对啊,然后,会有很多争执,然后也会跟那个,父母,进行很多次的沟通, 但是,所以父母就是,目前就会,有,有动摇,至少是有动摇,目前的想法,没有把握说,要改,改造了他的什么思想,对啊,就是,因为毕竟就是,这个道理就是在那里,就是,大家如果,真的认真思考的话,其实是,可以得出那个,那个,哪一条道路是比较好的,对,就是,因为毕竟每个人,不管受什么样的教育,还是有一定的, 思考能力,跟逻辑,逻辑嘛,所以如果是,大家努力思考的话,应该是可以得出,哪一条道路会比较好,然后,因为可能之前,一般的人,或是父母,他们没有,没有深思过这个问题,因为就是,被这个升学主义,还有这个资本,这样统治的,就,有点类似殖民了啦,就觉得,跟那时候,跟那时候,世界各国,欧美,或是日本,在各地殖民一样,就觉得,哦,我就是日本人,这样子殖民的感觉,然后也不假思索,就是认为, 对啊,我就是,应该有这个国族认同,但是这个国族认同,到底对这个,社会,文明的进步,可以带来什么样的,影响,可能大家不知道,对啊,就是,没有思考过它的意义,跟目的的话,就是,很可能就是,你这一生就是会,会是,徒劳无功啦,讲白了,就这样,对啊,就是可能,只是做跟,呃,非人类的生物一样事情,就是,呃,繁衍后代,然后觅食,然后可能人类多, 多一些娱乐,消费,然后之后可能就是,等死,其实是这样啦,讲白一点就这样,对啊,就是,像我们,很多,包括我的祖父母,或者是一些邻居,可能也是这样,大家就是,下班了,其实大家也不想上班,但是,因为那个上班,可能很没有异议感,或者说,就算你很多成果出来,也只是在为这个资本在进行积累,但是这个积累可能对社会的进步没有帮助那么大,就是, 就是,然后下班就是,进行一些娱乐来,麻痹自己,或者说,补偿自己,所以可能,这一生就是这样过去了,对啊,我不希望是走,这样的人生,所以才会选择这条路,对,然后,嗯,所以你对将来的,哦,想像,将来的想像,当然是希望说,嗯,像这边的居民可以,把他,最终的目的,但是希望可以,像讲的那个,政治跟经济的主体,那中间就是,当然有一, 一阶段一阶段,可能从,这边的居民不想要,出来,进行公共讨论,到有一部分的人,会进行公共讨论了,然后这部分的人,运作得很顺了,大家很会开会了,很会讨论了,然后,很会决策,很会,很会执行了,然后再有这些人,去带动另外一些,原本比较不那么借记的人,就是希望可以,最大多数的人,都来进行这样的公共讨论,然后解决这些,社会矛盾,那个社会才有可能进步,对啊, 可是我记得你哥说,我是这边的人,都比较年龄层比较高,嗯,年轻人比较少,嗯,这种情况下,就是,老,年龄层比较高,他们的,是想比较,嗯,通常比较固执的一点,嗯,这样,这样这种情况,怎么,怎么样,嗯,有可能去,开发他们的这种潜能呢,我,我,我非常的,怀疑,嗯,嗯,我非常的,怀疑,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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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年轻人比较少,但是,卖了因为,就是.,就是,年轻人有比,可能比台西,或其他乡镇多了一些,然后 ,所以就是,但是,年aps呢,年,年,比较年长的,他不一定会固执,他可能,在那种长晚辈的伦理上会觉得我,我比较有道理,但是他,其实不见得会这么固执,就是,也有部分的,他会 听完这些资讯之后,听完我们的想法之后,自己会回去再思考,所以他嘴巴上, 可能还是嘴硬 但是其实他自己都有想过 他想法有一些改变 其实跟我爸那种年龄层有点像 因为我爸记得60岁 就是跟他们的状况很像 就是他表面上可能 就是说没有用啊 你们做些没有用 但是私底下也是会默默支持我们 甚至开会他们都会来参与 所以不见得是那么铁板一块 就是可以藉由一部分可能 比较积极的年长的老大人 然后他们就是可以 就是在影响其他原本 比较不那么积极的老一辈的人 听起来你是把他们当做你的副指费 这样的心情来陪伴他们 度过这段时间 就是希望他们是可以从 从不参与公共讨论到可以参与公共讨论 可能年长人的确改变起来比较困难 但是我们是相信说 很多人就是到到死之前都会有改变的能力 对 实在 像老爸这个年纪那么也蛮年长的 但是 我也是六十几岁 对啊就是也很有这种公民的那种意识 可是我是宝宝啊 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宝宝 怎么办 就是所以就是希望 你在做就是希望 可以让大家每个人从 嗯 原本很原子化的 就是只顾好自己的这种心态 就是慢慢的转变 看怎么转变 因为每个人一定有他的可塑性 对啊 你对人性充满了希望 对啊 的确有些人是很难改变的 但是就是像我刚刚讲就是先从 比较一些比较容易改变的那个 老一辈的人 从开始改变起 然后他们会 再请他们 觉得如果真的要 改善这个六千五岁 或真的想要追求这样的 社会运作模式的话 那如果之后 这些容易改变的人 这样做 会有用吗 应该是说 再由他们去影响其他人 对 如果是从同一辈的人去影响其他人 会比较会比较有可能 非常高兴 想请你接受我的方便 我也是 那我可以给你一个爱的拥抱吗 因为你差不多等于我儿子的年龄 好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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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辛苦 拜拜 太厉害了 14分25秒 都很好 嗯